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PI的部署与安装 同样的 其实这东西有 你可以买物理的 也可以买这种虚拟化的产品 你看 比如说我们主要 当然主要还是讲虚拟化产品 一会我们这都已经其实装好了 一会就给大家来用 这种PI和我们的MSE 好在装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几个版本 相应的版本 快速版 快速加版 标准版和professional 专业版 它自动会帮你去配置相应的 类存和CPU的东西 自动会帮你配的 这个Vurry自己配的 你会在一会儿部署的时候 用OVA部署 在OVA的时候就选择 你是选择Epress 还是Epress Plus 还有标准版和professional版 有些人说除了性能以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区别 你要说以前我跟你说 就没有啥其他区别 只是性能的区别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 现在我要跟你说 它是有区别的 至少我非常确定的一点 因为现在新版的考试 我们的PI一定要部署到professional版 是这样的 就是它要支持一个增强定位功能 就是增强定位会有更多的信息收集过来 然后更频繁的一个速率 那么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和硬盘的速率 那么你要比如说我们考试 要考一个增强定位的功能 你会发现除了professional版 有了一个选项以外 这些都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说我应该这么说 基本上没有区别 只是性能的区别 但是在特别特殊的一些 跟性能相关的一些选项的时候 个别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我非常确定 就是这个增强定位的选项 那么因为前段时间 我解题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文档上都说有 我就没有 我就点不出来 这个一press版就点不出来 然后后来发现 它是要professional版 专门装这个版 你会发现那个选项就出现了 很特别 很特殊 基本上你是正常 你是感受不到它的任何区别的 除了性能以外 所以说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真是还有一点点小区别的 好 首先你当然应该在时刻上去下载 这个PI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顺便可以看一下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多少了 我记得好像是3.3了 已经到了 现在还在3.2吗 我选的是3.2 现在都已经3.4了 现在这个都应该是3.4的版本了 OK 现在这个都已经到3.4的版本了 OK 当然我现在要讲的还是3.2 因为考试咱们考3.2 所以说我们那个课 正常应该是跟考试版本要匹配的 除了特别特殊的情况 我可能不一样 但是还是应该跟考试一样 昨天 我们来立榜 讲的是8.3 然后这个东西讲的3.2 我们还在跟考试匹配 但是我我只是要每次给你们看一下 最新的版本是多少 现在已经到3.4的版本了 好 我们继续看 首先你要下载这个OVA 这个OVA文件 这个OVA文件 好 然后就可以去加载这个OVA文件 这个加载的过程 我就不给你演示了 我简单说一下 如果说有些学员还不太了解 这个OVA是什么的话 因为毕竟是NA 我要做个入门 是这么回事 其实 像以前你要装 你要做一个系统 那很麻烦的 你首先要装Linux 这个底层确实是Linux的 然后把Linux装起来 然后可能就要去在线下载一些包 然后在Linux里面一步一步安装 然后要改很多很多很多的配置文件 然后最终最终装完 能够装出来的那都是英雄好汉 那都不好搞 就是以前是应该是ISO ISO装Linux 然后在线的去下各种各样的包 然后装 特别特别的麻烦 那么这个一般不是普通英雄好汉 Linux的普通英雄好汉 是一般搞不定的 所以需要一些很牛逼的Linux的水平 再装得了的 所以说呢 其实现在你根本都不用发这个仇 现在司科几乎所有就是所有的服务器 司科的安全有一堆服务器 然后呢 无线有一堆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 司科全部给你打包成OVA OVA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已经装完毕的一个虚拟机 它给你导出来了 其实你可以把你任何的虚拟机都可以导成OVA 然后再灌进去 也可以导出来 也可以灌进去 所以OVA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虚拟机的一个 这个文件其实就是一个虚拟机 导出的虚拟机 可以导出来 可以灌进去 OK 司科现在所有的这些服务器全部是OVA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去下载OVA 然后去加载它就可以了 我这就给你加载一个其他的给你比划一下 大概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选一个资源池 然后部署相应的OVF OVF和OVA其实是一个东西 好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一个相应的OVF和OVA 有人说OVA和OVA有什么区别 其实比较简单 OVF就是把这东西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就是很多个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你灌OVF 就把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东西给灌进去 就是没有给你打包 是散着的 OVA就是给你打了包 就是一个包 一个包 没有很多文件 有一个包 就灌进去 OK 其实就是一个是散开的 一个是一个包的 一般来说很多还是愿意用OVF 因为OVA是散开的 有些东西你可以改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改一些 做一些修改 OVA就不给你这个选项了 就直接给我灌了 OK 东西都是一样 只是一个散开 可以让你改 一个是在一起的 不让你改而已 OK 然后比如说 这就是以前我的一些蓄理机 你点 然后下一步 然后基本上他就读取这个OVA 就直接给灌进去了 可以解吗 当然我这是灌了的 我就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大概是怎么来灌这个东西的 你选择这个OVA 当然司科都给你把向导做好的 他就会告诉你 你是灌的PI 我们当时节奏图是3.1 好 然后又会给你讲 有三个版本可以部署 这个时候你先起名字 放到相应的目录 然后选择相应的配置 一般来说我们做实验 就用这个Express 最基本的简单的版本 选到了一个支援词 选到了一个支援词 然后选到了一个硬盘 然后精简自备 我简单给你说一下 这是VMW的一些知识了 精简自备就是说 你可以看一下 正常应该要用1.4个T 对吧 那么我的硬盘也挺贵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选上面两个的话 那就直接会消耗你的1.4个T的硬盘空间 这就不合算了 你看我的虚拟机有多少 我的虚拟机是几千台 iPhone不是几千台 一千多台 一千二百五十六个虚拟机 就是在我这个实验环境下面 有一千二百五十六个虚拟机 如果每一个虚拟机都这么一T一T这么玩 我的PI和IS都不知道多少个 那瞬间就会把我银盘用完 所以在精简自备呢 就是用多少算多少 你用了多少就算多少 OK 我简单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说这个东西呢 比较好 多好 这个多绝资源 它有个问题 它性能比较差 如果说你真的要做一个性能比较高的服务器的话 你还是应该用后制备 精简自备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简单说它为什么性能差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要写两兆的数据 它需要先往硬盘里面去写两兆的零 然后再去写两兆的数据 先去写零 把地方站住 然后呢 再去写数据 你想想这个速度很明显是比较慢的 那前面那些后制备就是我直接把这个地方都占了 这个肯定都是我的 我不需要去写零 那本来就是我的 然后我就直接往那边写数据 所以说上面性能肯定好 如果说你是在项目当中去做一些真实的一些部署的话 应该选上面那个 那个性能会好一些 做实验当然应该选下面这个 省资源 解决资源的多 OK 好 顺便再说一下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一下 蓄力化技术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上次我上上周我讲CCNA Secure之后 我也反复提醒大家 就是Vanwell的蓄力化技术 是一个 我认为都算是一个必修课了 可能大家认为现在Python不是必修课 可能过几年也会 但是我认为现在已经成为必修课的 那就是Vanwell 就是这个蓄力化技术 你不懂它几乎很难混了 就是你基本上你可以说 在我这做实验你也都够呛 虽然说我这都已经给你做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Vanwell的 特别是企业及蓄力化的技术 希望大家能够学一下 我跟马老师其实都有课 有讲蓄力化的课 我讲各种版本 我四连节讲过 五连节讲过 六连节讲过 都讲过 我有相应的课 而且我们公司有两个版 基本上我们公司很少讲课会从的 数据中心的马老师讲过一版 他那个版要讲的更多一些 然后我讲了一个快速入门版 我要比他讲的简单易懂一些 但东西要少一点 我讲的一些必须的 两个版你们可以感兴趣问问商务 就是这个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学一下蓄力化技术 这是一个基础课 这个不懂我 我估计你很难混下去了 就是Python现在还凑了 你不懂还可以凑合混 这个不懂我感觉比较难混了 调节网络 好最后就不属就好了 好了顺便再说一下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思科的这些不属完之后大概怎么样 你直接开机 开机完了之后 我来再说一下问题 思科现在有很多服务器 他大概都怎么玩呢 我来说一下大概怎么玩 就是首先他会部署完之后 你就开机 然后他就会帮你装底层的Ninux 进去全部是Ninux 全部是Ninux 思科的基本上现在所有的Ninux 所有包含路由器都是Ninux 比如说路由器不是IOS吗 不 思科底层不是IOS 叫做IOS XE 你看现在思科的设备有IOS吗 现在在卖的产品就没有IOS 你认真看 思科在卖的就没有IOS了 叫做IOS XE或者是X什么东西 我给你解释一下底层全是Ninux 没有不如Ninux的 思科都有Ninux 你那个是太牛逼了 实在是没法弄又不给钱 所以我经常说个笑话 我说在我刚刚工作的时候 我认为做网络设备特别的牛逼 像思科能做网络设备的想象 他能够自己去开发芯片 开发硬件 而且他的IOS这个系统也是他自己的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这个多牛逼 这个不得了 那个时候感觉很难有一个厂商 能够做系统 做系统实在是太牛逼了 对吧 好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觉得你的网络厂商特别稍微少 但是我说最近几年 阿猫阿狗什么厂商 他都能做网络设备 他都能藏网络设备 你就觉得网络设备 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 大家都能做 说实在我都能做 为啥呢 因为都是用Linux 只要搞个盒子 然后呢 跑Linux OK 上面 上面开发APP很容易的 我跟你讲 开发APP是比较容易的 底层系统才是真正的关键的 你看中国花了这么多年 我这么说吧 思科说 这个中国说我们集全国之力 你说把那些芯片搞出来 我都有一点信 你要说搞个什么CPU 搞个什么那些芯片 我这个我都信 我比较信这个 你看华为这个 华为不是可以搞出 自己的CPU吗 这些东西吗 我信 我从来没有说那个不信过 只说要投多少钱 但是你要说 中国能搞个 跟安卓Linux比的系统 我真不信 这个真不信 这个真不是你搞得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东西的难度 可能比 比搞硬件要难度的多 都是Linux 现在时刻全部Linux 因为Linux又好又牛逼 又还不给钱 你说为啥不用 你说思科说 我自己搞个IOS 废不废静 我自己维护它 废不废静 功能还不咋地 还不如Linux这么好 Linux又好又便宜 啥都好 就是功能还强 还不给钱 你说我为什么不用了 思科现在都用 所以说思科那些各种服务器 其实底层都是Linux 就是你只要一开机 再把Linux装了 Linux装之后 是这样的 Linux装好之后 如果说你懂Linux按理说 你就到Linux里边去 然后通过Linux的方法 去给它IP地址配 网关配 各种各样的 你不是都可以配吗 如果懂Linux当然可以了 但是思科基本上认为说 思科认为 说你那个死这东西吧 网关可能不大懂 所以说思科就会有一个setup的过程 我给你解释一下 思科有个 就是即将要开始的setup的过程 那就通过简单看一下 就是通过一个向导 名字IP地址 研码 网关 这些填 就是相当于 就是通过一个setup 通过向导一个过程 然后把底层的Linux 给你配置好 就自动的就帮你配了 setup好了 理解吗 就说你就不要扫心了 反正我估计里面不懂 然后我就自动帮你配了 配完之后 就开始装上层的APP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OK 当然我个人认为 刚才我说了 我的虚拟化是一个基础知识 然后 Linux我个人认为 也是一个网工的基础知识 虽然说我觉得你不需要了解 特别深入的东西 至少你应该会像用 就是你至少应该会像用 Windows一样会用 Linux 你想想你Windows会做什么 Windows你至少可以设一个网卡 设一个IP地址 设一个网关 是一些DNS 对吧 会对文件进行基本的管理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拥有 像你懂你的Windows一样的 懂一下Linux就可以了 至于什么调优这些 我感觉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必要 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功能 Linux的基本操作 我觉得还是要了解的 所以说我认为Linux 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知识 好 说到这儿 很多网工会说 我啥都是基础知识 你说你叙利化还要学 你那个是要学 你说Python还要学 你说我们是搞啥的 这个还真就没办法 你要真的说十多年前 你说你就学一个网络 你说我就学网络 我通过网络 我就扬家糊口 我就挣钱 没问题 十年前你这么说 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我一点毛病没有 我就懂路由交换 我就懂路由交换机的配置 我就懂iOS配置 我就养家糊口 我还有十多年前 我还能挣五六十万 五六十万每年 十多年前 就是我一年就能北京买套房 我都信 我相当信 但是现在 不行 你懂路由交换机太扯了 你现在很难混得下去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真不是我对你要求有点高 这个真是时代就是这样的 你十多年前你就懂路由交换 你十五年前你就懂路由交换 你一年振套北京房 我都信 我这个 这种人我见多了 现在真不行 所以说不要说我要求高 这个不是我要求高 这个时代要求大家高 跟我要求大家高 没关系 所以就有一个setup的过程 这个我就没有给大家去做了 应该有这么一个setup过程 把该填的填一下 你看填一下主机名 填RB例子 研码 网关 域名 DNS 不再填DNS了 填NTP服务器 不再填额外的NTP服务器了 时区 时间 然后 我这个说一下 这是 这是你在配底层的 Linux的 底层的Linux的用户名 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底层的 就是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是 我这是装好了的 就是你现在登录这个底层的 Linux的用户名和密码 OK 底层的Linux的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理解吧 这个底层 它不能修RUN的 底层能够 能够敲的命令很有限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状态 等等等等 这个底层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多 可以让你配的 看一下状态 简单配个IP地址 还是可以配的 configure进去 你配下基本的IP地址 还是可以做的 这是底层的账号 好 下面呢 紧接着呢 它还会问你一个问题 它说你启用高可用性吗 比如说你双击热备 你PI 你做双击热备 那你说我不做双击热备 好 紧接着它又会有一个问题 它说 请你要输入网页 网页登录的时候的 root的 你看用户名已经没有让你选的选项了 就是没有说 我是不是不用root 不行 就一定要用root 那么root的密码是什么 好 它会可以告 你就会需要设 这是我们的 EA点大写Q的QY糖 如果各位要用我们提供给大家实验台的话 应该这么说 基本上你如果不入到密码 都应该用CIC0123 但是PI除外 PI呢 默认的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EA点QY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敲不了 PI 它对这个密码要求的严格性很高 所以说 这个都过不了 那这个是可以过的 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实验台 注意一下 有很多学员都会问 这个不知道密码 你看我上课不是都给大家讲过吗 就是root root 不是admin 是root 然后它相应的密码 好 然后没了 就应用 然后呢 就开始装 基本上整个过程得装 小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最后呢 就能够 进到这个 就像刚才那样 就会到这个地方来 OK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底层的这个进去 然后呢 就用刚才那个命令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NCS这个很神奇啊 就是NCS其实是它的一个前身的一个软件的名字 现在叫PI了嘛 以前叫NCS 这一个名字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 好 一会儿我们再看 简单看一下 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 如果说都是running的话 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你学我ISC ISC其实也装完之后 也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下面呢就用游览器 它推荐你 这是它相应的推荐的游览器 Chrome IE Farfox 都可以 分辨率呢 至少是这个分辨率 对它进行网管 好 下面呢 地址是10.1.1.20 在我们的实验环境 你现在现在不化 现在应该可以直接通 我们可以pin20 好 这个时候呢 这样我们用Chrome 我推荐大家还是用一下这个 我推荐大家还是用Firefox 说说了 推荐大家用这个Firefox 基本上司科这样的 司科基本上安全和无线考试的时候 现场给你准备了一个序理机 这些它跟我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虚理机呢 都是用这个Firefox 所以说推荐大家用Firefox 当然Chrome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的 最好用Firefox 监督性会好一些 https10.1.1.20 好 root root 然后呢 EA点大写Q的QY糖 好 这个基本上就传进去了 这就是它的这个主页 但是现在其实啥也看不着了 因为你什么设备都没有加进去 什么网管设备都没有加进去 所以现在看不到 也是比较正常的 现在就是这个存空的这么一个PI 好 这样吧 咱们正好这个点咱们休息10分钟 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开始讲网管 就得把这些加进去 然后今天一会儿我们会加设备 然后基本上什么都简单的东西都给大家走一遍 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说 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说